年纪将近为了让来月民众提早感受过年气氛 台中龙总举办古针及书法辉豪表演 并赠送现场辉豪春联 让大家在欣赏艺术表演同时 也能够把热腾腾的新春喜气带回家 吸引民众争相索取 一个上午就送出500份的春联 典雅的古针琴声配上充满喜气的红色春联 让医院内满是年纪气氛 为了让来月民众提前感受过年气氛 台中龙总举办古针及书法辉豪表演 并赠送现场辉豪春联 让大家在欣赏艺术表演的同时 也能把热腾腾的新春喜气带回家 那这一次我们台中农民总院 在新的年之前 盛大在门诊大厅举办辉豪送春联 我们一起祝贺诸年的来临 利用这个机会邀请九位书法家 以及鼓声弹唱的黄老师 在我们大厅门诊营造 艺术以及健康相结合的气氛 活动邀请黄熙酒怪书会当场辉豪春联 每位大师各善所长 运用多种书法体 写出负变化又喜气的春联 增添新春吉祥喜气 另外院长的母亲许林秀金女士 也亲自出席活动为命中会好 母亲许林秀金女士自从退休之后 她学习书法非常非常的用心 她的作品也许还不到书法家成熟的程度 不过她乐于助人利用这次机会 把她过去几年来最得意的作品 拿出来在我们台中农总的门诊大厅 一起来做展示 也是利用这个机会 希望能够分享喜悦祝福大家 一早就吸引了大批民众请来观赏 现场也一共送出500分的春联 农总表示 希望借由悠扬的情深跟精湛的书艺 能够缓解民众来院就诊的紧张感 祝福新的一年每个人都健康平安 介阳综换台中采访报道